在上一集里 大家每个人都讲了对难事和容易事的看法 每个人的情况和想法不一样 当然自然而然看法也会不一样 这个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 中文里有一句话叫做 不知者不怪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我在悉尼亲身经历的两个小故事 讲完以后呢 大家就会知道不知者不怪的意思 十年前我刚来悉尼的时候 我当地的一个朋友请我吃饭 他在饭桌上多喝了一点酒 就只能由我开车送他回家了 你好 酒精例行检查 你喝酒了吗 我没有喝酒 我对酒精过敏 我朋友他喝酒了 他喝了一点酒 所以我开车送他回家呢 请出示你的驾驶执照吧 我这个星期刚从中国回来 没问题 中国的驾驶执照也可以 好吧 找一找 我找找看 我的驾驶呢 我的驾驶去哪里 我的驾驶去哪里了 在这里 这就是你的中国驾驶执照吧 没问题 你很厉害 连大巴士都可以开啦 不过 刚来悉尼 还是小心一点开车呀 你可以走了 你可以走了 好的 谢谢 谢谢警察 我接过警察递过来的 北京公交月票 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擦擦头上 额头上的汗 笑了 这个警察他原来能讲一点点普通话 但不认得中文 你看 悉尼很可爱 这里的警察也很可爱 对吧 大家好 感谢你们观看悉尼故事100的第三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你看我们的第一集 第二集你可以订阅我们后面的短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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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